大家都說我是明燈 大家都會跟我說 大家都會問我說 你看好哪一隊 我要扮著買運財 因為我之前不管看NBA還是看什麼 就被我看好的朋友最後 下場都不太好 有一點 但我就懷疑應該大家 可能都有點這樣 我之前我是現在好霸佛 過去在未來都是 非常的純體育為主 然後第一次到了一般的新聞 對我來說 是一個還蠻大的挑戰 你曾經在播報的時候 出彩過嗎 出彩過其實還蠻長的 就算現在也會 之前的話 因為像以前我們在未來 可能同事寫好的稿子 就會在你要播之前的 大概一分鐘兩分鐘 然後才把稿子丟進來 所以你就等於要超瞬間的 就是看好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這樣 然後這種時候就很容易出彩 我有一次就完全有一點 事蹟斷線 我就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是 這個 什麼比賽碰到什麼比賽 然後就自己斷線了一下 去過場真的很難訪的 這個訪問對象 真的很難訪的 以前訪過我覺得 不到很難訪 但就是話很少 就是 曾經瘋啊 瘋哥啊 這是出了名的神話一哥啊 而且你知道 那種不然瘋哥或恰哥 他們都會自帶一種氣場 你明明腦海已經想好 你要問他什麼問題 但是他上一題句點你 就是回答完句點你之後 你就會突然腦海 空白 然後不知道啊 我下一題要問什麼 我就 我突然有點不敢講這件事情 神童是因為我從小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我應該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我考大學的時候 我數以考一百分好了 很棒吧 所以神童可以吧 可以 ok 取得認同 我後來念了中正大學的財經系 然後念了中正大學的行銷研究所 那跟主播這一關 都沒關係 對啊 我從高中吧 高中就覺得 我覺得播新聞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然後我又很喜歡體育 比較少工作的時候 他們沒有反對 喔 我沒跟他們講 我就超反骨的啊 我行李就直接從嘉義 然後寄到台北 我怕一回家就沒機會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直接這樣 出發來台北工作 一開始 剛入行的時候 他們還是有點反對 因為他們覺得很辛苦 我剛入行的三個月 我幾乎每天哭著回家 我沒有開玩笑 因為一開始壓力很大 但後來慢慢慢慢 也許他們有看到我自己的 口入在裡面 或者是也覺得有進步 有成長 所以就也 比我還要開心 現在做這份工作 下一階段 有什麼目標嗎 有什麼目標嗎 我其實從之前 我一直有機會的話 我還蠻想要轉播比賽的 對 這是未來啦 另外一個目標是 因為現在也在嘗試播 就是一般的新聞 也希望自己看 是不是可以切換模式 讓自己去認識更多的東西